日产公司说明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展开的召回行动 主要原因是一些旧车款中方向盘上的日产标志存在脱落问题 且可能会导致方向盘内的气囊弹出并对驾驶员带来人身伤害 且日产公司坦诚先后已经发现四起案件都涉及到方向盘标志脱落而造成人身伤害 有鉴于此决定召回从2008年到2011年贩售的日产泰坦和前线皮卡 以及日产Exterra探路者和阿玛达SUV 此外还有2008年到2009年贩售的日产Quest商务车 尽管方向盘标志脱落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不到召回数量的1% 但是日产公司呼吁相关车型的车主也都应该回到经销商 尽早排查此类安全问题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